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如何阅读一本书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以阅读的四重境界为主线 给大家介绍了一系列的阅读规则和技巧 不过俗话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技巧是有了 如何运用的巧妙呢 还需要再花一点功夫 这一讲我们就来谈谈 阅读的时候有哪些常见的误区 以及使用阅读技巧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 再来呢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 首先咱们来说说阅读量这件事情 要形容一个人很有学识 人们往往会用饱读诗书博览群书来形容 庄子也说过 五生也有牙而知也无牙 意思是生命是有限的 而学问知识是无尽的 不少人都拿这句话勉励自己努力学习 多读多看 殊不知这句话还有后面一半 以有牙随无牙代以 就是说哪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尽的知识 多危险 这里所说的危险当然不是求知本身 而是漫无目的的求知 很多人抓起一本书就读 却没有好好地想过 这本书到底值不值得读 咱们平时都羡慕那些 每年读几十本书的人 但是问题是 很多人往往只重视阅读的量 但是呢 却忽略了阅读的质 虽然他读的书很广泛 但是呢却不精通 在这本书的作者看来 这样的人反而值得同情 难怪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都说 如果我像一般人一样读那么多书 我就跟他们一样愚蠢了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精读多少书呢 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了一个书籍的金字塔规则 西方传统所写出的几百万本书里 百分之九十九都在金字塔的底部 不值得细细品读 最多浏览一下就够了 而剩余的百分之一 据作者估算 不会超过几千本 这些书值得我们用上一集讲的各种技巧 做一次分析阅读 一次就够了 这其中有极少数的书 可能不到一百本吧 出于金字塔的尖上 这些书不论读多少遍都很值得 在这本书的附录当中 作者列了一长串值得读的西方经典 其中大部分对我们来说都比较遥远 可能都没有看过 甚至连听都没听过 咱们就暂且不深究西方经典 那么东方的金石子集 有没有这样的金字塔规律呢 国学大师陈寅雀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他年轻的时候听历史学家夏曾佑说 你能读外国书很好 我只能读中国书 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陈寅雀听到后非常惊讶 以为这位学者老糊涂了 但等到他自己也老了 才觉得这话有道理 中国古书 不过就那几十种 是读得完的 至于究竟是哪几十种 大师们没有留下一个权威的书单 不过这本书的作者 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 来判断一本书 究竟值不值得多读几次 要看自己会不会跟书一起成长 大家可能会纳闷 书还是一样的书 怎么会跟着我一起成长呢 实际上啊 书是没变 是我们变了 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心智有所成长 从同样的书中 看到了新的内容 新的东西 一本书出读的时候 感觉醍醐灌顶 在读时 感觉妙不可言 一直读下去 仍然受用无穷 这样的书 就是值得精读的书 林语堂曾经说 世上无人人必读之书 只有在某时某地 某种心境 不得不读之书 所以说 与其泛泛的 什么都读 倒不如细心挑选好书 认真研读 不断提高自己 说完了阅读量 咱们接下来 说说阅读的速度 很多人除了 会佩服那些 读书多的人 还会羡慕读书快的人 你看 《红楼梦》当中 李妹妹就对宝哥哥说 你说你会过目成颂 难道 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了 没错 快速阅读 真的是一项 令人艳羡的技能 如果可以做到一目十行 再后的书 再多的阅读任务 都能用 快进一般的模式完成 现在速读训练 越来越受到追捧 人们都想读得快一点 再快一点 这些速读课程 当然有一定的作用 坚持练习 也会取得一定的效果 起码能够矫正一些 阅读的恶习 说到不好的阅读习惯 最常见的 有这样的几种 大家可以看看 自己是不是也有 这些阅读的坏毛病 第一种 心中没读 或者半出声的阅读方式 第二种 读一行字 会出现好几次短暂的停留 而且只有停下来的时候 才能读进去 结果导致看到的 都是断断续续的字词 更糟糕的 还有第三种 读了两三行之后 眼睛又会退回到原点 很明显 这些做法不仅会降低阅读速度 还会影响理解效果 怎么办呢 这本书的作者就介绍了一种 简便的纠正方法 把手指当作指针 顺着一行一行的字移动下去 而且要比平时眼睛移动的速度更快一些 强迫眼睛跟着你的手去移动 随着手指动作慢慢加快 我们阅读的速度也会相应提高 这个方法我自己也用过 很受用 不过问题来了 提高了阅读速度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可能觉得 读得越快 读完一本书用的时间越少 效率就越高 但时间只是一方面 效果也很重要 对于阅读来说 理解了才算有效果 就算能半个小时 你可以看完一本书 往往只能看个皮毛 很难有深层的理解 更何况 不同的书有不同的阅读要求 有的书可以快速略过 有的书却需要慢慢研究 才能完全理解 即使冰雪聪明如林妹妹 要是给她一本高等数学 估计也做不到一幕试行 古话说得好 欲速则不达 单纯追求阅读速度毫无意义 用相同的速度看所有的书 更不是明智的做法 所以说对于阅读来说 理解比速度更为重要 宁可放慢速度也要提高理解 那么怎么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作者就介绍了一个简单的标准 慢不该慢到不值得 快不该快到影响理解 也就是说 既不要在不重要的地方浪费时间 也不要贪快 嚼不烂 对一些关键词句 呼伦吞噪 俗话说 苍脸时而知礼节 随着社会的发展 经济的繁荣 人们也越来越推崇越读 你看图书电商经常搞促销活动 买三百减一百 于是不少人一买就是好几本 眼看着家里的书柜越来越满 电子阅读器里面的书呢 也是越来越多 心里也很有充实感 书买回来之后呢 跟自己说 改天再看 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 书也成了摆设 不仅我们如此 其实古人也好不到哪去 清朝文学家袁梅就曾经检讨自己 凤去书来落落大满 素银挥丝 石蒙卷轴 啥意思呢 就是说花工资 把书买回来 堆得到处都是 由于长期不看 书上落满了虫丝和灰尘 反思之后 他得出一个结论 书非借 不可读也 也就是说 借来的书因为要还 反而会抓紧时间 认真读完 真的是这样吗 也不一定 大家想想上大学那会儿 是不是心血来潮就从图书馆里寄来一大落书 结果呢 到时间了 又原封不动的还回去 所以说 不论是买书 借书 还是下载书 都不算真正拥有一本书 那么 怎么样才能让一本书真正属于你呢 不读当然不行了 但即使读完了 如果书还是书 你还是你 跟不读也没有什么两样 要想完全拥有一本书 你就必须要让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或者说让自己成为书的一部分 用什么办法呢 作者认为啊 最好的方法就是 在书上做笔记 不过 中国有静悉自止的传统 很多人因为爱惜书 从来都不在上面乱写乱话 书买回来好久还跟新的一样 实际上 除非书是收藏品 否则这样只会浪费了它的价值 在作者看来 做笔记不可或缺 为什么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 能让自己保持清醒 第二 书写有助于主动思考 第三 可以帮助自己记住作者的思想 那么笔记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作者说方法有很多 比如说 在重点的词句下面画线 在重要的段落旁边打星号 在空白处 写下自己的问题和想法 总之 要用习惯的方式 做好各种标记 把手上的书 仔细地消化掉 那除了在书上写写画画 针对我们在上级说过的几个阅读的层次 也有各种做笔记的方式 在简式阅读的时候 可以在目录页做结构笔记 让自己掌握全书的构架 在分析阅读的时候 你要学会做概念笔记 写下作者的观点和你的思考 在主题阅读的时候 要用到一种更高层次的笔记 辩证笔记 根据一个主题 把不同的书里面相关的论述列出来 就像不同的作者坐在一起讨论一样 做笔记 是很多大学问家的读书心法 就拿钱中书先生来说 他学父舞车 指使渊博 但却不怎么藏书 自己的书常常随手送人 他的秘诀是 有好书赶紧读 读完认真做笔记 他花在做笔记上的时间 甚至比读书本身还要多一倍 所谓铁打的笔记 流水的书 书虽然没有留下来 但书中的精华全部浓缩在了笔记里 所以说 要想买书的钱花的值得 就多多做笔记吧 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 我好读书 求圣节 每次都是三本一起读 面前放着要看的书 左边放一本字典 右边放一本怎样查字典 文化人的生活就是这么的惬意 当然了 这是无厘头的笑料 但却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在自己主动阅读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实在读不懂的地方 还是应该坚持去死磕吗 没必要 各位 这个时候啊 你完全可以求助场外观众 借助外在阅读 帮助自己理解 这叫做辅助阅读 不过 在借助外力读书之前 最好还是先独立阅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人太依赖外在辅助了 想象一下 一边读书 另一边手里还拿着一本字典 一看到读不懂的就去查 这效率该多低啊 再比如 自己呢 还没有弄懂书里在说什么 你就直接去读书评 那不更加是一头雾水吗 所以说 如果碰到了一丁点问题 就寻求帮助 对阅读能力的提升 只会有害无益 那应该怎么运用辅助阅读呢 本书的作者认为 只有利用阅读技巧 尽力把一本书读完之后 还是有不懂的部分 才需要也有必要寻找外在的帮助 帮助从哪儿找呢 可以参考下面四类辅助阅读的资源 首先是相关经验 可以运用自己的常识和知识 去印证或者质疑书中的观点 比如要判断一本小说的写实性 我们就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体验 来看看它够不够真实 再比如 要判断一本科学作品中的论点 对不对 就要了解科学家的实验报告和证明 第二类是其他书籍 要知道 后人写的书往往会受到前人的影响 一些伟大的作品可以说是其他书的基础 所以按照出版的时间顺序 阅读相关书籍 会对我们了解后来的作品有很多的帮助 毕竟假如从来没有读过《红楼梦》的原文 直接去读洪学著作 恐怕很难真正明白其中的观点 第三类 导读与摘要 大家可能觉得 对于那些特别晦涩难懂的书 要是能先看看摘要 或者专家导读 可以方便理解 但这本书的作者认为 导读和摘要 能不用就不用 就算用 也要等到看完书以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导读既不一定全对 也不一定完整 先看导读 反而会限制思维 甚至曲解书中的观点 只有先把书读完了 不懂的地方 再求助导读 才会对书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最后一类 工具书 工具书主要有两种 字典和百科全书 虽然里面包含了大量的信息 但是要全部看完 也不太可能 也没有必要吧 所以在使用之前 你必须明确 想要了解的问题 还要知道工具书的使用方法 再去查阅相应的内容 总之各位 在独立看完一本书之后 如果你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千万别自己想破头 适当的借助外力 可以让阅读能力 更上一层楼 到目前为止 咱们说的阅读技巧 基本都是一些通用规则 而且这些规则 一般适用于阅读论书类的作品 也就是介绍某种知识的书 当然 论书类的书里面也可以再分 包括理论性作品和实用性作品 其中 理论性作品包括历史 科学和哲学 而实用性作品 包括一些介绍规则和原理的书 比如 烹饪书 经济学书籍等等 虽然阅读技巧都是那一套 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书 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要相应的调整技巧 不能升班硬套 比如用读历史书的办法 读科学书籍 肯定是不行的 除了论说类的书籍以外 另一大类书就是虚构类作品 比如小说 戏剧 诗集 要读这些书 咱们上集讲过的那些 十几条阅读规则 就都用不上了 为什么呢 因为虚构的内容没有明显的逻辑 要评判这些作品也要有不同的前提 假如非要给一部伟大的小说 列出大纲 画出关键词 找出主旨 分析论述 不但徒劳无功 反而不利于理解作品 不过 别担心 虚构作品也有相应的阅读方法 只要对之前说过的技巧稍作调整 就可以上手了 咱们就以大家最常读的小说为例 如何读一本小说呢 作者提出了 三要 三不要规则 先来说说三要 一呢 是要抓住小说的大意 这跟分析阅读的第一个阶段 其实挺类似的 你要弄清楚作者在说什么 不过不同的是 小说的主体是情节 所以必须先要抓住角色和事件 分析故事如何发展 包括前因后果 高潮结局 这样一来 就整理出了一本小说的构架 二呢 是要诠释小说的内容 跟分析阅读的第二个阶段相似 诠释一本小说 也要跟作者达成共识 但这并不是说要找到关键词句 而是要全身心的融入到小说虚构的故事里 熟悉每一个人物和事件的细节 达到一种感同身受 身临其境的感觉 三是要学会正确评论 在评判论说性作品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书中所言有没有道理 但是对于小说 关注的重点就应该是它能不能带来美的享受 也就是说 我们不该赞成或者反对一本小说 而只能表示喜欢或者不喜欢 当然了 除了说明喜欢或者不喜欢以外 还要知道为什么 能指出好在哪里 不好在哪里才行 那既然小说是想象文学 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靠的主要也是想象力和感官体验 而不是理性判断和推论 从这一点出发 读小说还有三不要 第一 不要抗拒小说带来的体验 如果总是偏执地认为小说是虚构的 拒绝进入剧情 那根本没法读小说 第二 不要试图在小说中找主旨或论述 小说不是论文 不会把所有的道理都说透 而是很多时候依赖文字的眼外之意 需要读者自己去领悟 第三 不要用是否真实来评价小说 小说不需要完全符合事实 只要能自圆其说 讲好故事就够了 要是能把握这几个原则 不仅能防止破坏读小说的乐趣 还会让阅读过程变得更让人享受 在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就鼓励大家 学会书里介绍的阅读技巧 就能提高自己的阅读水平 不过在最后 我还是要诚实地给大家泼一盆冷水 如果只懂方法 那是学不会阅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先来讲一个小故事 说这个晋朝人车印 自用的很好学 但是家里太穷了 没有油点灯 于是呢 他就抓来萤火虫 装进布袋子里 晚上用它们发出的光来读书 最后成了大学问家 这就是车印囊营的传说 有个小孩听了这个故事 很受启发 也学着每天晚上去抓萤火虫 一捉就是一整夜 可是因为晚上捉虫太辛苦了 休息不够 结果白天犯瞌瞌睡 也没有精力读书了 你看 在车印囊营的故事当中 用萤火虫做灯 只是手段 读书才是目的 同样的道理 这本书里介绍的方法 也只是手段 阅读才是关键 如果了解了一套读书的方法 却不去操练 甚至根本不看书 那就永远是纸上谈兵 所以说 要想真正提高阅读能力 必须多读 多练 亲身的实践作者介绍的这些规则 反复的练习 形成习惯 了解规则和养成习惯 可是有很大区别的 假如说 一个人的这个阅读水平很高 并不是说 他懂得几套阅读密集 掌握了几种阅读方法 而是说 他已经养成了 用这些方法和技巧 来高效阅读的习惯 老话说得好 读书百变 奇异自现 如果读的不够多 掌握再多的读书方法 也是白搭 大家可能会说 我都按照自己的方式 读了这么多年书了 现在要改变习惯 还来得及吗 当然可以呀 只是过程当中 可能你要克服不少的困难 就好比吧 大家都会走路 现在突然让你去滑雪 可能好多人 连在雪地上一动都很困难 不过 再复杂的技巧 也能通过练习 变成习惯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 要做一个优秀的阅读者 并不容易 但一旦养成了 正确的阅读习惯 你的阅读技巧 就会越来越好 总之 对于阅读来说 习惯永远比方法更重要 所以 在听完了各种各样的阅读规则 和技巧之后 千万别光说不练 大家在阅读下一本书的时候 不妨挑一两个 比较容易做到的技巧 开始实践吧 让自己在阅读的路上 买出更有意义的一步 好了各位 如何阅读一本书 这本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别忘了在我们的留言区 分享你的感想